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讲著名的习近平亲自栽培,亲自欣赏的这个著名的网络作家 著名的五毛,花前方,花老师,最近也hold不住了 说他们家的爹,他妈农村的养老保险被地方政府给销毁了 说每个人都有个养老保险证书的,平时是要交钱的,交的不多 一个月交,一年好像交10块钱吧,还是一个月交10块钱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她妈大了60岁以后呢,一个月可以你200块钱 农村人嘛,一个月你200块钱也不错啊,是不是,上哪找钱去啊 农村的老人,很多老人都是自己搞点农药,或者是搞点这个,搞点绳子,是不是 把自己给挂了,或者在池塘里面去游泳把自己给挂了 老了没用了嘛,又挣不到钱了,一分钱都没有,儿女也没什么出息 很多农村的老人的自杀的这个现象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 很多个在城里人抖骚的中国人,他不知道农村的情况有多悲惨 所以这个花前方说这个事情呢,我一下子引起我的兴趣啊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兴趣,一个方面呢 我看这些个习包子亲自栽配的网络的五毛,著名大五毛 到底以后是个什么结局,他们真的是赵家人吗 是不是,习主席真的对他们网开一面吗 第二个兴趣呢,就是因为他是农村人啊 我一直以为花前方是成年人,原来这个小杂毛是一农村人 跟我一样的村里出来的,是不是 哎呦,老爹老妈的话,乡下是农民,哎呀,我一声叹息 刚好呢,习包子又搞了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哎呦,这个东西啊,放在一块说,绝对你能够看懂中国啊 你能够预测到中国接下来出现的所谓的命运啊,所谓的趋势 首先我们说说花前方这个人呢,很多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吧 花前方呢,是习包子伤完以后啊,他知道这个 经过江湖两代人的这个统治 中国的民间的所谓的涌现出一大批的意见领袖 就我这样的啊 有一批这个有培养了一批有那么一丢丢公共批评精神的读书儿 然后加上很多老百姓呢,也是可以说是经历互联网的洗礼 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 也慢慢学会了一些个公共的批评的这个方法 所以习包子呢,他是个红二代嘛 他希望统一思想,他希望全国一盘棋 他希望定于一尊,所以他上来干的第一件事情 很多人对习包子上来干的第一件事情有争议啊 我是过来人,我太了解了啊 习包子上来干的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向全国人民宣布不要搞历史虚无主义 不要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相符的否定 也就是说习包子干的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在历史学的领域抓住话语权 而是在网络的这个世界抓住他的话语权 对全中国的网络进行铁板式的清洗 完了以后就丢了一句话 说我现在需要在网络上统一思想 你们怎么管,你们怎么干我不管啊 你们用什么下三难的手段我都不管 我只要结果如果你搞不成 你就给我走人,你就挺老的见我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就开始出了一支有生力量叫五毛 中国一直到现在拥有2000万的五毛 到时候都是五毛 现在中国的局域网 包括一部分海外的网 有些个热点网站 都是被中共的五毛给攻占的 这个2000万 甚至有的时候不止用 大概还有一亿的自干五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花千芳是横空出世 当时在这个全国作家协会上面 开代表大会嘛 习主席亲自讲话 突然说我的这个说网信办 国务院给我推荐了两个网络作家 一个是周小平一个是花千芳 听说今天以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了 在哪儿站起来让我看看 让我认识你们这两个大名人 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出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周小平一个是花千芳 周小平呢是上的人是成立人 周小平呢是体制内的人 周小平呢是御用的这个五毛专家 那花千芳呢是农村人 一个城里人一个这个农村人 他有代表性的 所以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禁了 这不就是毛泽东文革的时候搞的 叫所谓的张铁生的白权英雄嘛 西包子干的就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对这个周小平 因为花千芳这两个小杂毛啊 到底以后命运几何我们是保持强烈的关注的 没想到这花千芳也是不咋地啊 早就被徐主席给忘了吧 花千芳说真是啥事都能捧上 辅顺东北的啊 辅顺经济这是摔到什么程度啊 22年前缴纳的农村养老保险 啊标明60岁退休每月发200块钱 刚才我妈跟我说 她的养老保险证书已经被政府收回了啊 啊说这个项目早就没有了啊 啊存款呢还在啊 这个会给你一点利息 所以叫什么来着 这个养老保险经济就别想到政府给你发了 哎呦 然后花千芳就出离愤怒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这么大一个政府 我的妈都交了22年了 你算一下22年一个月就算10块钱 一年也有多少钱 一年也有100多块钱是不是 一年也有120块钱 那10年也有 你算吧 这还是有笔钱的 有几千块钱的好不好 完了以后60岁每个月花200块钱 当然这是个人赚钱的买卖了 这对于老人来讲 200块钱的话 那10年就有2000了 一年就2000了 那当然赚了 但是问题是你政府同意的呀 你当年你说的人家都交了22年了 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养老保险证书不算了 共产党说话真不要脸 有所实情啊 这当然肯定是地方政府行为 中南海并没有出现 没有出台统一的政策 为什么地方政府行为 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 我说过无数次共产党没钱了以后 他会甩锅 他会撕毁合同 他会找弱势群体 你明白吗 所以一定要记住 共产党没钱了以后 地方政府第一 他会把年轻人扔到一边去不管了 为什么会有知情这样一个阶层呢 因为知情就是年轻人吧 没工作嘛 就把他赶到乡下去 等于就是不管了呗 让你自谋生怒呗 就这个意思呗 是吧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农村的农村人 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 他不管了 你都老了 你都这么的年 你没暖夜早死算了 他就这个意思 说来说去了 还是经济不好 导致地方政府撕毁他们的合同 这是天大的事情 涉及到的人太多了 涉及到中国至少有10亿人 我问了我北京的一个兄弟 他说这个事情不简单 10亿人农村的经济不行 养老保险不算了 还有医疗保险呢 一起吧 应该是一个月10块钱 我记得是有的啊 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西主席要搞农村集体经济 与这个事也有关系 农村经济不好 西主席要搞集体经济 这个时候农村会有一个 40年以来最大的变化 我们一堆人在那里 在这里总结了一下 你心里要明白啊 有多大的变化 你一定要心里清楚 现在花前方提出来的这个 他的妈养老金 他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那不算数了 政府不管了 这个事情可以 在我个人看来啊 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 那是一个石婆天津的事情 你要知道这个 胡锦涛和温家网搞这么几年 对农村人是很客气的 是吧 很客气的 在某种意义上 从江泽民开始搞起来 对农村人都是很客气的 咱一定要这个把这个话捋清楚 首先农村人第一 你18岁以后 你如果上不了大学啊 你可以外出打工 外出打工是什么呢 你自有千喜啊 是吧 第二 胡锦涛搞的时候取消了农业税 你就不用交税了呀 农村人不用交税 你就自谋生怒自己 种点田自己养活自己呗 农民他又不难是不是 勤导勇敢嘛 是不是他总归能够 种点粮食出来 不只有饿死的 所以我说过这个 中国农村的这个 延产承包责任制啊 他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让农民发财 而是让农民遭遇到 特别可怕的时代之后呢 不至于饿死 他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就写过这样的文章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啊 他没有一个所谓的改革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本质的气象 他没有 因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是他是从经济学的词面来讲的话 他是什么 他是产权改革嘛 土地产权改革 他没有涉及到产权 他就是一个承包嘛 是不是 他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意义就是 确保农民在饥荒的年代 或者是在经济下行的年代 不至于饿死 是不是 你只要稍微有手有脚 你种点粮食 你自己养活自己 不饿死就行了 这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我告诉你啊 花千方这个现在 站出来公开的反对啊 公开的反对 地方政府的这个 说话不算数的这个东西啊 这可就可不是一般的事情 他有几个重要的这个 情况可以预测低 经济不好 会导致所有人都不满 会导致所有人都造反 连花千方这样的细胞子 亲自摘破的五毛都会造反 第二 农村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 从村里出来的 或者农村有亲戚的人 一定要学会保命 你共产党不给你养老保险 不给你这个医疗保险 这个事儿 接下来的 他就有第三步 你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 会饿死人的 谢谢